如影M 一个专业级的相机稳定器 以往节目里我们也玩过不少稳定器了 但像如影这样稳的 一个都没有 专业的就要对得起专业这两个字 从各方面来看 如影给你一个感觉 老铁 稳得很 感谢网友露心为本期节目提供产品 同时也祝宝贝小子虹快乐成长 如影M的机械结构和螺丝位置设计都非常人性化 能让你在短时间内就掌握它的安装方式 按照我们多年的稳定器适用经验 三轴调频也是非常迅速的 提起来的第一感觉就是 中 虽然宣传里写着什么美合金 轻盈 间接 我才上个微单 就种成这样 要是上个单反 我的手不得飞了呀 每拍完一个镜头 就要将如影放在配备的支架上 然后歇会儿 如影M的负载重量是3.6公斤 除了能上个相机 还能装不少配件呢 但是 如影M的最大可装载相机的宽度是16厘米 高度是19.5厘米 所以 一个5D2就是15厘米了 BMCC根本装不进去 所以如影M很明显定位就是给小机器用的 虽然小机器中也有很屌的机器 比如 BMPCC 比如RED的各种机器 呃 前提是你不差钱 所以嘛 如果你的机器上不上去后 监控线接不上去的话 用如影M的你 相哭都哭不出来了 比如5D2 我想接HDMI 然后加装一个小监视频 发现我的线根本就插不进去 即便插进去了 也会影响我的稳定性 或者你能淘到你相机对应型号的弯头HDMI线 小相机配备的MicroHDMI线接口倒是比较容易接监视器 嫌麻烦就不接监控呗 那你拍的时候啥都看不到了 只能凭经验了 拍完想在机器的液晶屏上看回报也是个技术活儿 要么放在指甲上 要么让别人帮你端着看 而且拍摄过程中 想改改参数就上升到噩梦的难度了 你得从抓住两侧握把的状态 迅速腾出一只手 抓住中间的握把 然后再解放另一只手去调节相机参数 然后再晃回来 调节时还要费力的去看液晶屏上的数值 这时候富士的机械转轮式调参就十分有优势了 所以说如果你想玩如影 你需要更好的拍摄体验 你就必须要一个又小又好用的摄像机 一个监视器 哦对了 还有一个跟胶器 如果你的机器没有一个很好的自动对焦能力 就惨了 你必须跟被拍摄物体始终保持在一定的距离 这在运动拍摄中是很难掌握的 所以一个无线跟胶器是很有必要的 这还不够的 别忘了如影还有一个云台遥控器 控制云台的抚氧横滚航向 还可以调整云台跟踪速度 和改变模式 也就是你熟悉的跟随锁定模式什么的 你要是真的要好好拍视频的话 还需要另配一个摄像跟你一起拍 拿如影的人就只用抓稳如影 而拿控制器的人就需要关注被摄对象的位置了 配合起来嘛 好吧 多练习几次了 也跟你无法配合的人一起用就对了 乖 哈哈哈哈 DJ的调餐APP里有一大堆数据可以调整 速度啊 调频啊 死区啊之类的 这些数据就更加将如影M带向专业的范畴 所以专业这个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当你真的配起了一套设备后 如影M是可以适应很多拍摄环境 并带来电影般稳定的画面的 特别是在高速运动的时候 简直像滑鬼拍摄一般 到底有多稳呢 虽然我们没有超专业的摄影机 但还是可以给大家看看如影的效果的 还记得云鹤吗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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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影M还是和所有稳定器一样 不适合长焦拍摄 不适合大特写镜楼 什么人会需要用如影呢 如果你不是一个影视公司 不是一个婚纱影楼 不是视频制作者 完全不需要如影M 鞋带也不方便 光是装箱后就是很大一坨 而且关键是贵 如果你花了6999元买来 并无用武之地就很尴尬了 买来之后 你也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摄像师来操作 不然拍摄起来还不如用降价呢 如果你需要一个相机稳定器 智云的云鹤系列可以说差强人意 而且能满足业余摄像的需求 可真心要上升到专业的角度 小机器就如影M 大点的摄像机就如影 想上天就如影MX 想搞大事情 嗯 如影2 等着你 好 下面来上电视 先来看看上周产品的投票情况 有48%的网友认为要得 有52%的网友认为要得 哟 势君利理的样子哦 不管怎么样 恭喜这位小伙伴 偷偷偷 偷偷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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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 恭喜这位小伙伴获得了咱们的金美礼品 请联系我们的官方微博获取更多的信息 也请小伙伴们积极参与到投票环节 有金美礼品可以获得哟 好 来上电视 来自bilibili的网友肉山大魔王666说 最后别写店铺正在出售啊 搞得要把店铺卖了一样 如果谁有兴趣 而且价格合适的话 我们连旅后期都可以卖哟 来自youtube的网友OENFS7777说 每次看TESTV体验小米的产品都很期待 但不是期待产品本身 而是雷总的 Are you ok 我问过男后期了 男后期说想给小米换一个风味 呃 然而他却换回祖传BGM 来自优酷的网友全民工业学山寨 说 6个月大的儿子看我们的节目 只要一看到老板上电视就笑个不停 而且也不哭了 说老板就是只哭神器 哦 家里有小朋友的同志们 不妨都去试一试 TESTV排老板只哭气 啊 最近 有很多朋友在问 群演怎么好久都没出镜了 所以今天 嘿嘿 我把老板迷晕了 我来上电视 这周 我们依然从淘宝的评论当中 抽出了5个幸运观众 在这里加平眼的微信 加我的微信 我会把礼品送给你的哈 五一节快到了 合力也来了 从5月1号开始满88元 送我手里的这条充电线 TESTV定制的哈 上次鼠标店送了1000张 很短的时间就没有了 很多朋友都没得到 所以这次老板决定再加量1000条 2000条 送完旗子 赶快哦 我的老铁 下面淘宝评论 上电视 旺旺ID 机械守护者的朋友说 长得很漂亮 身材很棒 很泼辣 但也很温柔 很有弹性 舔得停不下来 太棒了 流了好多水 爽到上天 这位朋友 你太坏了 看到你的赛妥 我在发现你说的是我们的豆干 哈哈 哈哈 最后 问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 非洲人的爸爸跳高 他一个重庆话 知道你 但不告诉我哈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